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6月1日前往山東省燕台市進行考察 當時他大讚地攤經濟 是人間的煙火 是中國的生機 於是神州大地忽然牽起了一片地攤經濟熱潮 只不過到6月5日傳出消息 說中宣部緊急地叫停地攤經濟宣傳 到今天央視的社評更是一錘定音 說明地攤經濟並非寧丹妙藥 不能盲目跟風 可以說李克強這個地攤經濟的新政 在經歷了不足一個星期 馬上就被極速鬥倒了 我們一起來看看 到底央視的這篇社評是怎麼說的 這篇文章就叫做央視熱評 地攤經濟不能一控而起 實情他有三個重點 第一 就是對於全面恢復 和重新提倡地攤經濟的發展 予以否定 其中一段是這麼說的 地攤經濟在一些地方熱鬧起來 這個固然有它生存發展的價值 但並非包治百病的寧丹妙藥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定位 亦有不同的發展階段 一旦脫離實際 一控而起 盲目跟風 便會適得其反 蠶食得黎不易的治理成果 在大陸政府的眼中 如果一名普通市民 沒有經過特別的准許 而隨處擺攤賣物 基本上便會被視之為 擾亂市容和環境秩序 肯定會遭到城管隊伍的驅趕 甚至乎是拘捕 故此此所說的治理成果 就是趕絕所有隨處擺攤的當主 要不就叫他轉行 要不就叫他租賣物 這篇社評第二個重點就是 就是對於那些沒有跟隨李克強總理的路線 一線城市予以表揚 這就甚句鬥爭意味 這篇文章這樣說 說城市治理亦如同攀小鮮 必須精準施策 用心用情 特別是對於北京、上海、廣州 這些特大型城市而言 精細化管理才是正道 目前各大一線城市都未有盲目跟風 亦沒有發佈所謂的地攤地圖 一些城市更加明確對於亂擺攤檔說不 這是清醒的 即是說 正在賺一線城市 沒有跟隨李克強總理的敵 第三個重點是什麼呢 這篇社評 就是對於經濟復甦的路線 擺明習近平和李克強就是有明顯的分歧 而這篇社評可以說是一錘定音 到底他怎麼說呢 說地攤經濟如果一空而起 各個城市多年以來累積的精細化管理成效 就會功虧一貴 利弊得失需要世家研盤 在疫情的衝擊下 如何補民生補就業 最根本的恐怕還要在推動復工復產 復商復市等方面加大力度 他正在說 要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推動經濟復甦 換言之 仍然是要依賴國企或民企 重新來聘請大批工人 來推動得到這個效果 即是說 仍然是由上而下來推動的 但是李克強總理的經濟路線 他就是叫小市民各自擺地攤做小生意 這是微觀的 亦是他口中所說的接地器 因為每個人各自來推動的自力救濟方法 故此 習近平和李克強對於如何推動經濟復甦 在路線上就產生了分歧 為什麼李克強總理要重新提倡地攤經濟呢 他無非就是要在經濟下行期間 盡量來舒緩失業壓力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算你要推動所謂復工復產也好 並非中國本身是可以說了算的 就算中國已經的疫情 慢慢舒緩下去也好 當你真是沒事了 但是當全球那麼多國家 仍然是每天說 有過萬宗的個案飆升的時候 那些來自歐美的訂單 肯定就沒有那麼快回落 只會導致中國的經濟問題和失業情況更加嚴峻 搞地攤經濟出來 起碼可以使得失業的工人 叫做有一個精神寄託 叫做不需要百無了賴投閒置散 他其實就是要嘗試緩解這個失業情況 嘗試去化解這個社會矛盾 盡量去做 做到多少就得多少 只不過現在就不用搞了 因為就是被否定了 第二個就是反映得到 李克強總理對於中國的經濟前景 某程度上就不太樂觀 如果他的研判是認為 在一兩個月之內 中國經濟下行的情況 失業的情況 是會得到緩解的了 在一個短時間之內 就可以得到解決的問題 他何必再去提倡這些地攤經濟 他不需要找些東西出來頂 大家勒緊褲頭 怎麼都可以捱到過去的 如果大家知道 是兩三個月之內可以解決得到的事情 除非他就認為 這個情況是會持續一段 都不短的時間 他才要搞地攤經濟出來 大家頂一頂 盡量 靠內部需求 好了 那為什麼這個地攤經濟的新政 只不過是經歷了七天 馬上就被極速鬥倒了 很明顯 任何涉及到挑戰一人集權的行為 都不能夠被容忍 因為李克強總理這條經濟路線 就是跟習近平總書記的路線不同 一錘定音之下 當然只能夠跟從總書記的路線 但是李克強總理已經在他能力範圍內 嘗試就是扭轉局勢 包括握了總理記者會這個契機 在上個月的28日的時候 他就在總理記者會之上突然公佈了一個數據 就說中國有六億人口 每個月都只不過是鬥一千元人民幣 就等同是篤爆了這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泡沫 即是告訴全世界這個目標 在今年之內一定是不能夠達成的 其實總理記者會 就是提供了給每一任的國務院總理一個非常好的空間 來唱所欲言 那麼這個總理記者會最早可以追溯到什麼時候呢? 就是1987年的時候 時任的國務院總理就是趙紫陽 他當年就不是叫做總理記者會 他當時就是出席了中共十三大會議之後 就開了一個叫做酒會 在這個酒會之上 他就親自去到記者區上面 跟那些記者進行了面對面的親自交流 自此之後每一年的兩會閉幕那天 就搞了一個總理記者會 所以總理記者會就可以視之為趙紫陽的政治遺產 李克強就是握著這個契機 來講出真實的數據出來 當然這個真實的數據 就是為了提倡地攤經濟來鋪電 因為總理記者會在5月28日開開的 而6月1日李克強就去了山東煙台考察 提倡地攤經濟 在這幾天裏 財新網就發表了一篇文章 引述了真實的數據去支持李克強 一般評論都認為 財新網的後台其實就是王岐山背後支持 財新網那篇報道引述了數據 大概中國有6億人口 每個月的收入只有1090元人民幣以下 其實跟李克強在總理記者會所說的數據大致上差不多 故此被視之為是支持李克強 好了 但是經過了7天以後 最後還是搞不定 先是中宣部要冷卻地攤經濟 然後就是由北京市的城管出來擺下馬威 就是要掃蕩那些攤販 北京市還發佈了一個訊息 說重新地攤經濟是不適合北京的 針對市民反映個別的地點出現了擺攤設點 佔道經營等違法行為 北京城管部門將會加強執法檢查 依法處理這一類 擾亂市容環境秩序的違法行為 就是說 在北京裏頭就予以否定 這個天子腳下 實情習近平一向都不喜歡這些低端人口 在京師那時候聚集 故此現在就是在北京開始掃蕩這些地攤 在經濟路線鬥爭上 習近平就佔中上風 起碼可以反映得到 第一 中宣部仍然是由習近平牢牢地控制著 第二 央視等等這些國有的媒體 仍然都是效忠於習近平 批駁地攤經濟 第三 北京市政府仍然是非常快地表達了 效忠總書記路線的意思 好了 這個經濟鬥爭的路線 習近平就贏了 只不過 到底他這條路線能不能夠 帶領得到中國的經濟復甦呢? 其實仍然是很取決於 究竟外國的疫情是何時完結的 如果別人都未能夠恢復正常的經濟活動 又如何下得到訂單呢? 好了 現在就說地攤經濟是不可取的 到底這段時間要捱多久呢? 故此日本方面有些評論 就說習近平是總加速師 那加速是甚麼呢? 肯定是說加速之爆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